今年的第一号台风艾维尼在早上已经正式生成了 那么对于我们台湾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气象时间交给明锐 好的确实呢大家等着非常久的今年第一号台风 艾维尼台风也在今天早上的八点钟终于生成 但是呢大家很好奇的就是它接下来的动向跟路径又会是如何 我们进一步呢先从这个各国的模式预测带大家来看 你会发现呢其实在各国模式包括了像是在美国的海军以及欧洲日本 都认为呢艾维尼台风接下来它会朝的就是琉球东边的海域一带来通过 持续呢是朝日本一带方向前进 但是呢现在来说很多人会认为说到底为什么艾维尼它的结构没有办法来得这么强 主要呢就是你会发现其实艾维尼现在它的位置就在菲律宾潜云岛的陆地上面 也因为呢在这个地形当中的影响之下导致于艾维尼的结构 还没有办法整合得非常的扎实 预计它要在今天一直到明天这段时间 它会逐步的开始出海 出海之后呢环境场的海温比较高 它就会开始逐渐的在发展成一个比较成型的台风 我们进一步呢就从卫星云图带大家进一步的来看 你会发现呢其实在卫星云图当中 现在艾维尼它的结构还不是非常的扎实 那接下来呢它什么时候开始北转 预计这个时间就会是落在于明天 明天开始整个艾维尼开始北转之后 它的移动速度就会来得比较快 预计呢在今天以及到礼拜二 将会是艾维尼台风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 到时候呢整个尤其是在台湾的东部海面 要特别注意到会有长浪的现象发生 但是呢就整个台湾的环境场来说 其实现在水汽是比较多一些的 再加上明天又会有一波的封面 要逐渐的来接近影响 我们进一步呢就从这整个最剧烈的 降雨时间带大家一起来看 其实呢在今天来说的话 因为受到了一些忠诚的 华南水汽渔径的影响之上 其实呢各地或多或少都有降雨的情况 再加上午后热对流的加成 其实呢在山区以及东半部 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 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明天 明天封面会开始接近 接近之后呢整个午后的热力作用加成之下呢 其实呢在明天各地山区及近山区 都会有局部的大雨现象发生 而整个封面对台湾影响最激烈最猛的时候 就是落在于礼拜二 到礼拜二的时候 整个封面会逐渐影响到台湾 到时候西半部地区要严防局部大雨 甚至有累积强阵风 礼拜三开始封面会逐渐的 在南移到巴士海峡 到时候呢整个降雨的热区 会集中都是在南部地区 但是要提醒大家 虽然呢封面这一波影响到礼拜三 但是接下来呢在礼拜五 又会有新的一波封面影响 周末的天气恐怕不会太好 以上这节气象 马上来关心今天上午八点 为在菲律宾群岛的热带低压 已经增强为今年第一号台风 艾维尼 而它接下来动向会是如何 马上把时间交给瑞瑞 好的没错呢 现在这个台风呢 其实它今天早上八点钟的时候 终于已经升格成为了轻度台风 我们就带大家来看呢 其实现在艾维尼台风的位置 在那里就在鹅兰鼻南方 将近九百公里处 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艾维尼它现在呢 整个一个中心 还是在菲律宾群岛 也就是旅宋岛一带的陆地当中 所以呢现在看起来 它目前的结构 尤其它的暴风 七级风的暴风半径 也只有八十公里而已 预期呢 它会在今天到明天这段时间 会逐步的出海 往整个台湾的一个东部海域方向 从琉球东边来一带通过 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呢 它要整个持续增强下来 就要等它开始进入到海上之后 环境场逐渐转好 而且海湾条件够好的情况之下 才会持续的涨胖 涨圆才会持续发展的下去 所以呢现在很多人就说 到底这个艾维尼台风 对于台湾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影响 我们目前看起来呢 它最主要呢 距离台湾最近的时间 就会落在于礼拜一到礼拜二 将会是距离台湾 大概将近六七百公里左右 但是到时候呢 其实就是在台湾的东半部地区 要注意到会有长浪的现象发生 而现在台湾呢很多地方 其实也都是陆陆续续 云量是比较多一点点 也都有在下雨的 我们就从雷达回坡图 带您一起来看 其实呢最主要今天来说的话 整个环境场主要还是有一些 华南的水汽在移入 这些比较中程的水汽 虽然你可以看到呢 有一个对流云系持续移进来 但是雨势上面反应 没有来得这么的剧烈 主要呢像是在杂役跟台南 目前呢食雨量都将近是一毫米左右 而整个累积比较多 像是在澎湖是有出现五毫米 另外呢在南头的仁爱 也有将近十一毫米 整个环境的变化呢 尤其到了今天的中午 要提醒大家 从雨区预报 在整个的一个午后对流 会特别的明显 从雨区预报当中 我们带大家进一步的来看哦 你会发现呢 其实在整个雨区当中的话 今天西半部地区或多或少 都有这样雨 外出要记得西带雨具 但是呢主要雨比较明显 都还是在各地的一个山区 到了晚上 天气会逐步好转一点 不过要提醒的 就是从明天开始有变化 一周的天气 带大家进一步来看 其实从明天开始 整个那个环境场 因为水着风面接近 所以水气来得比较多 再加上午后热力作用加成 在整个山区以及各地 都会有出现比较大的雨势 但是呢 整个风面影响台湾 最明显的时间 就落在于礼拜二 到时候呢 整个风面影响 再加上西南风的加成 西半部地区会出现局部比较大的强降雨 这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到的 另外呢 到了礼拜三 封面会逐渐难移到巴士海峡一带 整个降雨的热区 你会发现就开始集中 都是在南部地区 但是各地或多或少都还是有雨 到礼拜四水气还是比较多 要提醒的午后对流影响之下 还是要记得 整个未来一周 天气上面都不会太好 以上这节赤赤 今年第一号台风艾维尼已经生成了 来听气象鼠的最新说明 在今天的部分的话 今天的话台湾附近的水气 还是比较偏多一点 所以在中南部地区跟东南部地区 还有东部地区 不定时都还是会有些局部的 短暂的震雨出现 那午后的话 各地也都会有些短暂的 北震雨的现象发生 尤其是在午后的话 东北部地区跟西半部山区 今天还是要留意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那到今天晚上到明天的话 风面会逐渐的靠近 所以除了在东部跟东南部地区 还是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之外 在整个西半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 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 也都会逐渐转为有局部短暂震雨 或者是雷雨的天气 那明天来看的话 雨室的话 尤其是明天的午后的话 在中部与北地区跟其他的山区 明天午后的降雨机率会蛮高的 也同样都会有局部大雨的现象出现 那到了28号的话就会直接送到封面的影响 那这波封面的结构 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扎实一点 所以在28号这一天的话 各地都会有些短暂震雨或者是雷雨 特别是在西半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 下雨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 那西半部地区在28号这一天 会有大雨甚至是局部性的豪雨的现象出现 那到了29号的话还是持续封面的影响 不过29号这一天的话 封面的位置会比较移到台湾的大概 中南部到巴塞尔甲这一带 所以在29号这一天的话 降雨的现象相对于28号的话 雨室上会稍微减少一点 不过主要的降雨的话 在中南部地区跟东南部地区 在29号这一天还是比较容易出现 局部的短暂震雨或者是雷雨 而且雨室方面还是有机会会比较大一点 那其他地区像北部跟宜兰花莲这边 在29号这一天也都还是会有些零星下雨的现象 那到了30号这一天 封面虽然离台湾的位置相对稍微比较远一点 不过30号这一天的话 台湾附近的水气还是持续会比较偏多一点 所以在中南部地区 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震雨的现象出现 那其他地区虽然大致上是偏向多云的天气 不过30号这一天 5号的话 各地也都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震雨或者是雷雨的出现 那到了31号到6月1号的话 会有另外一波封面再度难下影响到台湾地区 所以在31号跟6月1号这一天的话 各地的降雨机率会再度提高 在西半部跟东北部地区又会再度转为 短暂震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 那东部东南部也都会有些局部性的降雨的现象 所以31号到6月1号的话 降雨的机率会再度提高 那至于温度方面的话 未来之后除了在29号这一天 封面压得比较难 边有一些东北风吹下来 在北部这边的话 高温的部分大概会降到2526度左右 感觉上会比较舒适一点 那其他地区其他时间的话 包括北部还有中南部地区的高温 大致上都在28度 甚至在30度以上 尤其到明天的话 在北部这边也会来到大概30度 好 目前青台艾维尼对台湾的影响 应该是在东半部会有长浪 不过明天全台变天 主要在于两波封面会接地席台 提醒观众朋友 明天开始外出 记得带伞备用